《环球影城》的威震天被游客举报了 这真的有必要吗 北京《环球影城》最近开源 电影中的大反派威震天 女人躲出了圈 但威震天这张嘴可是惹出事了 举报道 因为有游客觉得 威震天总是说愚蠢的人类 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就举报了他 这种举报大可不必 愚蠢的人类 他本身就是据电影台词 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一种侮辱 咱这是去游乐园 又不是去公司开会 与威震天互怼 他图的就是一乐呵 没必要这一游乐项目上纲上线 投诉举报是为了有效监管 但咱不能在生活中滥中举报权 很多时候适得其法 不过呢 这也给咱们游乐方提了个醒 别太过于追求喜剧效果 有的人不在乎 但有些人啊 他比较敏感 可能威震天的几句话 是会给部分人带来不适感 咱可以适当调整 总之 威震天啊 你也学学怜香西域 但咱可别让人威震天 被人类吓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